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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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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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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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镜 欢迎镜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就算我下個星期而被他判坐牢 或者即時收監 那又如何? 沒有影響 最多就是我可能有幾天做不到節目 就是這樣 他不可以找我很久 就算是 我是不會去猜的 因為那個判刑是法官主事 他喜歡判你多重就多重 喜歡判你多輕就是多輕 是吧? 如果你看他定我罪的理由 他也很難放你的 但是這個對我來說 可以告訴大家是不重要的 我們還是會繼續 是吧? 現在計劃中的事情 就是逐步都在推行 要做就是趕快做 是吧? 譬如我們在說那個 另外搞一份評論的那些網媒 就會很快就公佈了 是吧? 其他那些都陸續在籌備的 尤其是在年底這段時間 我們有很多準備工作在做的 那明年呢 就會有一個全新的面貌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就是這樣了 OK? 按照現在我們的基本盤呢 我們看到他只會越來越絕狀 是吧? 就不會萎縮 是吧? 那當然到現在還有些人 尤其他人 尤其他人還在說選舉 是吧? 是吧? 就是 唉 真是很浪費氣 我覺得 不是啊 總有抽水啊 這個叫做樂事不提 是不是到你死那天 你還喜歡玩這些東西呢? 不要浪費氣 是吧? 是 即是你要講就講完了 第一人死了 輸了 輸給你這條小女孩 又什麼什麼 講很多理由就沒有了 那現在這條小女孩表現多好 是吧? 屌你什麼 衝出這個世界了 是吧? 我們今天其實都是要講那個 行政長官和律政司司長 即是袁國強 即是梁振英加袁國強 這兩個大小不良 就是務天下之大不為 是吧? 竟然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許可 要求否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就幾位議員重新宣誓的裁決 是吧? 但是他要否決這個裁決 只是講兩個人 一個就是游慧晶 另一個就是梁仲恆 還有其他那幾個呢 有些他會被他宣誓 就是那天做了 姚重嚴 黃定光 黃定光 但是劉小麗那個也不行 是吧? 那麼 一方面建制派 就是那個立法會主席 他就要捍衛立法會的主權 捍衛立法會的獨立性 不受這個行政司法的干預 是吧? 於是他也找了一個律師 這個律師也很出名 是澤兆堂 是吧? 那麼其實立法會的法律部呢 都有很多律師 但是這個要找一個大炮 就是澤兆堂 代表這個立法會主席 是吧? 就會出庭應訊 那麼另外代表 這個梁仲恆和游慧晶的呢 就是資深大律師 其實是去年才升了做資深大律師 今年應該是 潘兆 我不敢說他是我老友幾 大家幾熟 他跟長毛老友比較 是吧? 那麼潘兆呢 就 就是在那個所謂的 司法覆核方面 打這些官司 他就很有經驗的 對於這些官司 他也非常有興趣 另外那位是譚俊傑 也是資深大律師 是的 兩位資深大律師 比較年輕的 代表游慧晶和梁仲恆 其實呢 就是說 政府那邊呢 當然是大炮了 因為有律政司司長 梁振英 接著找一個資深大狀 這邊呢 就有澤兆堂 有譚俊傑 有潘熙 一個是代表立法會主席 另外那兩個是代表那兩位議員 是吧? 那麼這場官司呢 下個月頭呢 就開始了 那為什麼可以有這場官司出現呢? 有很多人 經常認為 就是當第一天 就是 這個 其實在一天裡面 就是前天就發生了 五點鐘 就通知你們兩位議員 和立法會 那麼政府就會司法覆核 申請司法覆核許可 那個application 我都申請過幾次司法覆核許可 是不是? 呃 關於立法會那次呢 簡直是不批准 在高等法院 這個司法覆核 是被否決 再去到這個 就是上訴庭 我上訴啊 司法覆核許可 又被否決 那麼我就不去中心法院了 那麼長梁那次 就立法會主席展報 他也是司法覆核 申請司法覆核許可 高院輸了 上訴庭輸了 去到中心法院都輸 但這個不是證審來的 譬如我另外有兩次司法覆核的許可 就批准了 是不是? 那兩次呢 去到證審的時候 就輸了 就是這樣了 通常法庭呢 即是高等法院 考慮你的司法覆核許可 他批不批准你呢 就考慮你的司法覆核 去到正式聆訊的時候 有沒有勝算 他要認為你有勝算 他才會批准你司法覆核 你梁振英和袁國強提這個司法覆核許可 這個歐慶祥法官竟然批准他 那你說 你的人說 我們還可以看到香港有司法獨立 是嗎? 他批准司法覆核 OK? 而且這個司法覆核 是香港司法制度的一個主要官員 他們 去邀請法院來干預立法機關 要求法院 通過司法覆核 否決這個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裁決 而那個裁決的內容 就是被其中兩位議員重新宣誓 這個司法覆核許可 當然他申請的時候 他的理據一定要說清楚 為什麼他會提出這個司法覆核的許可申請 就是因為這兩位議員在宣誓的時候 違反基本法 違反逝時的內容 那他當然會講一大堆理由出來 是吧? 但是我們就不去講這件事情 我們講一件事情就是 你不可以通過一個行政機關 是吧? 就是說去向司法機關爭取奧援 然後來干預這個立法權 大哥 因為之前有案例 梁國雄那個 就曾鈺成展報的司法覆核許可 是輸了 到了終審法院的裁決 講得很清楚 法院是不會管這個立法機關的事務的 在爭論裡面也提到 有所謂我自己 講回我的案子 我就這個吳亮星在新界東北那個撥款 那些所作所為 是不是? 還有他不處理議員 即是我提出的那些動議 根據財委會議事規則 37A 我提出的那些所謂的動議 他不處理 那我司法覆核 那次答辯人是整個立法會的 知道嗎? 除了我 因為那些泛民那些混蛋 最初是司法覆核 結果不做 接著我做 接著我做 我就寫封信給那個人 現在我們做了 我做了 你站在我這邊 做這個提出的人 沒有一個肯過來 包括長毛 這樣就全部變成了被告 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結果都是我輸了 輸了去到上訴庭 都輸了這個司法覆核許可申請之後 他要我給課費 綠皮 那一課而已 上訴庭 高膽法院那次 他認為跟公眾利益有關 他沒有要我給課費 但是我輸了之後 再去上訴庭 上訴庭認為 你也沒得贏 你又來 所以就要我罰六萬元 六萬元要找數 是不是 我結果分期付款 找給他 找給立法會 的代表律師 即是給他一份薪 不是 不是給別人 那是立法會 代表立法會的律師 就不是立法會秘書處的法律顧問 搞清楚 有案例在這裡 法院是不可以管立法會的事務 那他們又說 這個跟憲制有關 憲制有關 那去到中審法院 他都會解釋這個法例 除非你認識法 人大 你真是 現在人大認識法 沒什麼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是不是 因為如果接下來法院 一路 譬如現在給這個司法覆核 許可理 就是准許你司法覆核 然後已經排了期要去證審 那如果政府贏了 那就真的是天下大亂了 我現在告訴你們 以後動不動就 立法會有什麼 就司法覆核他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這樣呢 我們議員去司法覆核 這個立法會 不行 政府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法律救濟的途徑 就是我們 這樣 你違反議事規則 大哥 你主席 你不處理這個37A的動議 然後你那個表決硬來 是不是 那我動你 我唯有就這樣 他們就經常生氣 司法覆核 是這樣的 那些建制派 所以事情很吊詭 現在結果輪到 梁君彥要捍衛這個立法會的主權 真的 做了英雄 所以你由梁 兩單人 即是這兩個小學雞議員 在玩東西玩出火 那不要緊 他們自己要承受後果 但是很多人陪你一起承受後果 整個立法會的主權崩壞 大家要承受這個後果 就是因為你們兩個人 是不是 那這兩個人 我廢話時說他們 基本上是垃圾 但是去到這個地步 你的行政機關赤裸裏 要去干預立法機關 通過司法機構 我們當然要反對 雖然禍是由這兩個小學雞議員 帶出來的 我都不去怪責他們 因為已經出狠了事 那現在是不是要頂呢 那你怎樣頂呢 沒得頂 法院 法院頂不頂得住呢 最好笑的是這兩個小學雞 走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接受法庭的裁決 就是因為他不給臨時禁制令 你等你第二招 有得宣誓 結果第二招也沒得宣誓 人家已經搞政治了 到第二招 即是 昨天開大會的時候 那怎麼樣 昨天開大會的時候 然後就 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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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三個星期 那他多留三次 那你就沒得宣誓 然後那個司法覆核案件進行期間 那就沒得宣誓了 因為已經進行司法覆核 這個梁君彥的裁決 那你就沒得宣誓了 但是他的議員資格 還未被褫奪 還在 所以你就沒得開會 但是可以繼續出糧 對於他們兩個來說就是這樣 那好了 你們兩個現在想怎樣 然後你可以做什麼 沒得做 就是等那個官司司法覆核 就是這樣 他說不是啊 等得來天都黑了 我在議會裡搞得他天翻地覆 那我就樂觀其成 你又要放炸彈 放汽油彈 是不是這樣 你還可以做什麼 你告訴我 即是現在的泛民走出來 開記者會 這個司法干預 立法行政機關 干預立法機關 廢話 你們這些 黃毓民說了九年 問題是你可以做什麼 問題是 還有 至少就是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 你要整個議會 他要癱瘓 你還要一起跟他癱瘓 你明白嗎 另外就是 動夠政府 是不是 真的要下定決心 這兩個人 有沒有能做呢 無關雲子 但是你整下來 這些反對派 在未來 在議會這幾年 你要做什麼呢 你一定要跟他們 攬住死 還要做什麼 還是 留得撤會 四年都留下 是不是 跟他攬住死 是不是 要這樣 所有政府的法案 都要抓你抓捕 是不是 應該要這樣 是不是 你說就是 梁振英 就令到這些泛民 在我們有份 做議員的那一屆 上一屆 說全面不合作 結果就跟我全面不合作 這樣 是不是 你信得過這些泛民主派 我不信 是不是 那幾個激進派 去做什麼 最離譜的長谷 還在那裡扔午餐肉 還在那裡玩這些 其實 扔午餐肉那段片 可以播的 有一段是 有一個慢鏡的釘 我發覺這個 很好看的 這個畫面 一定要播 葉劉淑儀低低低 低頭色 閃 不然就扔得到 這個馬逢國的光頭 如果馬逢國 我看會報警官 告夠他的普通襲擊 可以 還說 我也是普通襲擊 你嘮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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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算是普通襲擊 襲擊馬逢國 他是受到驚恐 不然真的受到驚恐 我現在是扔中他 你不要 這個 午餐肉不能傷人的 你的背會傷人 不是說這些 禮經 說什麼討厭 你不要扔午餐肉 人家一字排開 在那裡搏咪 你又搏咪他 搏咪他 午餐肉扔夠人 六十多歲 都不扔話 到現在還是繼續做這些 做什麼 在前途 你告訴我議會 你這班人 大家要想一些策略出來 經過這件事之後 喂 你們做議員 你就不能被議員 這兩個議員 我就可以吵咪他們 你自己要抱在一起 是不是 你不可以只是說 我都不同意他們的做法 不過我都會 捍衛這個立法會主權 這些是我說的 是不是 你不同意 油良兩位小學雞議員的做法 但是你要捍衛立法會主權 怎麼捍衛 這些是我們說的 是不是 你作為議員 作為反對派的議員 你就要跟他們同一陣線想辦法 如何去對抗這個 港共政權 和現在面臨的這種巨變 但是我們現在看不到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 讓我們覺得他有積極的作為 不要跟我說 鄭松泰在哪 我屌你老母 他只有一個人 你們在沽黏他 是不是 不要跟我說這些 我現在聲音大過你 我有麥克風 是不是 我有節目 是不是 你們這群家產 你拿這麼多錢 人工 面臨一個這樣的問題 的時候 這是一個巨變 你怎麼做 沒有 繼續在那裡 胡混混 做一些形式上的 好像長毛那樣 我最討厭 看到他在那裡扔午餐肉 扔到慶高采煉 不要用午餐肉 你了 你了 用香水潑溝 你夠不夠膽 你神經病 還說扔到午餐肉之後 今晚跟別人喝酒 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玩 你長毛 還在那裡玩這些東西 扔午餐肉 真的 有沒有一個人 賤得像他那樣 大家告訴我 你找一個立法會員 賤得一個長毛 不要告訴我 又要帶一個道德光環 到了一件事 這麼嚴峻的時候 你竟然還在那裡玩這些 扔午餐肉 稀皮笑臉 不過馬雄國不會告你 你武殺傷力 所以整個反對派 但是你可以做什麼 現在他們的策略 多數都是這樣 另一方面就是發動輿論 來攻擊你 辱華 他不是說你反共 反共沒有問題 怎麼會 很多人反共 現在他 你辱華 說他現在將他升級到這個層次 中國人很脆弱 那些民族情義傑 就是這樣出來 大哥 現在是 動不動就受不了了 你明白嗎 其實不是 他不是受不了 你是給他一個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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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現在的評論 都錯了 那個方向 Gina有什麼問題 包括中早康 都是 我狗狗狗地解釋 Gina的歷史 哪一個不知道 現在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你給他一個委 給他入 是不是 你上到法庭 你去解釋什麼 叫做re-fucking-gina 是不是 你說這個不是侮辱的 我針對政權的 就這樣也可以 是不是 所以這宗官司 真的是兩體 而已 所以你的法庭 是不應該批准這個司法覆 你一批准這個司法覆 是有機會輸的 政府有機會輸 就可能丟架 最後要釋法 立法會也有機會輸 那你的立法會主權在哪裡呢 是不是 休息一會 對